鋪紅毯大陣仗迎接 俄羅斯總統普清到訪金聚成廣場總動員 等著他的還有東道主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一戰隊整齊化一T政部高規格盛大慶典活動 普清和金正恩還搭超選敞篷車 肩並肩近距離交談 平壤一早更有數十萬人迎接 幾小時前金正恩才凌晨接機 兩人相談甚歡沿途首比賽 不過上車前為了讓誰先上車就禮讓半天 而普清此行最大焦點還是閉門會談 一對一會談超過一個半小時 包括俄羅斯外長也一同現身 軍事經濟能源是談話主軸 據傳普清邀請金正恩在莫斯科會面 雙方談話似乎意有未盡 儘管俄羅斯和北韓這回展現超強的兄弟情誼 但外界分析金正恩要的核武 普清恐怕不會提供秘密技術 畢竟不希望東北亞爆發核戰 同一天在巴倫之海 俄羅斯北方艦隊發射巡弋飛彈演練 美國總統拜登日前就點名普清困擾他40多年 如今朝俄間加強合作讓緊張氛圍再次升溫 TVBS新聞 眾所不知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俄羅斯北方艦隊發射巡弋飛彈演練 東北 東北 東北